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,保健食法每天2個,進階食法每天8個。 服用腦健能提高腦筋的靈活性,增強記憶力及視力,活化腦細胞,燃緩長者的記憶力,舒緩情緒緊張,提升觀察力及敏感度。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《迷離境界鬼谷女王》張宇文米 是一個很昏暗的室內,有一陣酸酥味,有個神暗,有個老太婆,那老太婆不停在陣,她面前有兩個女人,一個四十幾歲,一個四十歲左右,那個女人陣得很緊張,很重要,很重要, 對眼睛閉著,在她嘴裡,開始說幾句話,大致沒有良心,我寫了幾年,連衣服都不燒劍給我,我不會放過她的。 婧婦,是的。 婆婆,女朋友:「家嫂,小姐,大致ате沒想念你,你要什麼,我叫我回去燒給你吧。 啊…… 老太婆的声音很尖,很硬,但是吐出来的声音很令人无骨悚然。 他想娶个田房,我死了都不够三年,他就娶田房了, 我是不会让他娶个人回来,克服我的儿子的。 你放心吧,大致没这么想的,他心仍向着你, 即使他真的娶个田房回来,我做奶奶的都不会让他克服我的儿子, 你放心吧,你告诉他,我不会放过他,我不会放过他。 慢慢这个老太婆,全身发抖,发振,更加重要,更加厉害。 旁边比较年轻的那个女人,拉拉,身边那个,大致嫂走了, 慢慢看到这个老太婆平静了,精神很差,好像做了很剧烈的运动,上气不接下气。 跟着说,五个钱,大致嫂就拿了五个钱出来,给他。 两个人离开了,一出来的时候,回到村里面,很多人就围着他, 哇,神婆说什么?神婆说什么?他一五一十。 好像从来都没试过,有那么多人关心他, 说到此高气阳,口弱原河,加油添仗。 这个故事发生在顺德,这是陈川。 然后,广东人就知道,究竟这个老太婆是做什么? 文迷,又叫文迷婆。 没得学,很多人是祖传下来,他们有他们的方法, 能够通鬼神之事。 很多人想了解阴间死了的亲人, 在阴间需要什么时候,或者心愿未了的时候,就找这些人。 很多人不知道,他们究竟有什么本事,有什么法术。 但是信的,很信。 而根据科学的,不信,也很多人不信。 这个永远都是一个争议性的行业。 在这个时候,有个年轻人走过来,三十岁不够。 他说,阿嫂,阿嫂,刚才听你们说,是不是有人问不是? 是啊。 什么事啊? 你不是本地人啊。 是啊,我不是本地人。 他说,很靓啊。 你知不知道? 我儿子大志,刚刚看中了一个女人,想去团房而已。 只有我和我妹妹知道,我们没有告诉别人。 去到她都会告诉我们。 这么厉害? 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? 可以,你有亲人死了吗? 有啊,有啊。 让我去看看。 因为其实我可以省城下来的。 就是听到这里有个问米的阿姑,很靓。 我想问一下我大哥。 在这里有个门人,不停拖着她走到她。 神婆,门口。 大志祖带她进去。 她说,她很靓啊,妈妈。 那个老太婆,虽然她的精神很差, 但是她的眼神像一把刀那样, 好像看穿了人的心。 一样。 年轻人有什么能帮你? 你不应该来这里找我的。 我有个亲人不在, 他是我大哥。 我叫做徐健邦。 我大哥叫徐卫邦。 我们两弟,他上个月过了身。 我想看他心愿有什么未了。 他叫徐卫邦。 是啊,他叫徐卫邦。 给个生神伯似我。 给个生神伯似他。 接着,你装着香。 你想诚心点。 你想怎样? 告诉神音听。 这么麻烦的吗? 是啊,你诚心点。 装着香。 大志祖。 大志的妈妈, 不停地入她。 喂,快点装着香吧。 看看有什么事发生。 快点快点。 徐健邦。 撞着香。 然后, 神婆看着他。 是不是真的要请他上来? 徐健邦在笑。 是啊, 我们两兄弟很久没见。 请他上来。 我看看他有什么事发生。 接着, 神婆, 把口念念有词, 全身开始震。 当然啦。 大志妈, 刚才已经看到了。 同一种套路。 同一种方式。 他已经, 没之前那么害怕。 那么惶恐。 直至, 在他口中听了那把男人的声音。 那把男人的声音, 很硬。 很沙。 很沉。 你请我上来做什么? 你有什么需要? 我未结婚。 我想娶老婆。 娶老婆? 你死了。 是啊, 我想娶老婆。 你回到家的时候, 和家人商量一下。 看看有没有那些, 刚刚死了没多久的, 姑娘。 和我年纪相近的。 你问他父母肯不肯。 只要拜一堂, 我送了他, 他的神指牌来到我的家。 那我们就会在地上见到那面。 随便在那里笑, 不要那么滑稽。 大子妈这样拉他, 你说什么? 你说什么? 哼。 然后, 神婆在那里震, 在那里震, 在那里震, 离开了。 依然精神很差, 但他的眼神像刀一样, 看着徐健邦。 你要问的东西就问了, 你可以离开了。 五角钱。 我给你钱, 有没有搞错? 根本上, 就没有徐卫邦这个人。 我是毒仔。 徐卫邦就是我。 我就是徐卫邦。 我把我的本名告诉你。 但是, 根本上, 我都没有死。 你去哪里找个人啊? 还说, 取鬼新娘。 我来拆穿你而已。 因为四周围, 散城都传到你的名字很响。 我就想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。 有什么这么厉害。 四周围骗人。 老派宝都看着他。 其实我请了你的灵魂过来。 你现在根本上只有个身体, 只有个穴而已。 是你自己搞的, 自焦。 这个麻烦是你自己的。 请你离开。 徐建邦, 拉着大志妈, 走出去, 跟村民说。 他说大话, 这个人骗神骗鬼。 大志妈在那里说, 是呀是呀, 等我浪费了五元。 五个钱。 有没有搞错啊? 原来骗人的。 整班人来说, 不是哦, 他很靓的哦, 有什么事过都找他。 哎, 告诉你, 是是啦。 跟着一五一十, 慢慢开始讲。 徐建邦慢慢开始讲。 说多一半的时候, 突然间面色很白。 砰一声, 跌低了。 大志妈去摸摸他, 全身冰冻。 再探下他鼻息, 断了气。 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? 男士又有中年危机, 地中海的烦恼。 找到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 要激活无狼, 控油去尸, 故法, 浴法, 防脱法。 我们推荐韩国JW洗户系列。 没关系, 我们的密码。 要是两个人。